灼烧术通常是指使用热源将组织暴露在高温下以达到治疗或破坏该组织的目的 这种术是通常用于移除或损伤异常组织 如肿瘤或良性病变 或者用于止血、凝固伤口等医疗目的 以下是一些关于灼烧术的常见用途 电灼烧术 电灼烧术使用电能来破坏异常组织 如肿瘤、坠生物或油 这种方法可以通过高频电流或激光来实现 以确保精确控制和定向治疗 冷冻灼烧术 冷冻灼烧术使用极低温度来冻结和损伤组织 通常用于移除皮肤上的油、质或其他良性皮肤病变 这个过程被称为冷冻疗法或液氮疗法 热灼烧术 热灼烧术使用高温来破坏组织 这种方法可能在外科手术中使用 例如通过高频电刀或激光来切割和止血 腔内灼烧术 在内科领域 腔内灼烧术可以用于治疗特定的疾病 如肺部或肝脏内的肿瘤 这通常通过导管和影像引导来实现 已将热源传送到目标区域 止血灼烧术 灼烧术还可用于止血 当血管受损时 外科医生可以使用电灼烧术或其他方法 将热源应用于血管以促使血液凝结 从而止血 灼烧术是一种医学和外科手术领域中的常见技术 具体方法和用途因病症和治疗目的而已 这些过程通常由经验丰富的医生执行 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术前和术后的护理对于患者的康复非常重要 因此术后医疗监测和护理至关重要